能让它减少这个差距呢 每一个算法和每一个算法可能会不一样 是吧 你看它和真实值之间 它和真实值之间呢 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呀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预测值当成新特征 我们呢就将预测值给它当成新的特征 把预测值当成新的特征 然后呢让我们的算法进行再学习 进行再学习 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个结果了 然后你再和真实的结果再比一比 看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比如说你小了 那算法在学习的时候就把它稍微调大一点 大了再学习的时候就把这个稍微调小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增加特征这一步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一运行 插入一行 现在看一下咱们的Xtrain X下和线train.head 执行这个代码 你看啊 往后看 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增加了一些新特征呀 是吧 就增加了一些新特征 我们就把这些新特征 就是说这个算法预测的结果又当成了一个新特征 再交给咱们的算法继续 学习 那测试数据当中也变了 看啊 X下和线train.head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它是不是也增加了这些特征呀 那么咱们现在的话 数据准备好了 我们再使用算法去预测一下 往上走 看啊 Ctrl-C 插入一行 Ctrl-V 依然是这个4循环 看啊 这个estimator里边还是我们这7个算法 然后让它fit x 顺外吹 model点预测一下x test 然后我们将这个值呢 再放到咱们预测值当中 最后我们再去给它求一个什么了 最后我们又求了个 是不是又求了个平均值呀 那咱们现在呢 就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执行完代码之后我们再把它保存到文件当中啊 Ctrl-C 在下面插入一行 Ctrl-V 这回呢就是自然报3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我们再提交一下 我们现在呢 先回到这个下面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2和3 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区别啊 打开打问的3 你看啊 是不是有点区别啊 看这个是几 是不是2 这是0.337 这个是吧 0.19是吧 我们看这个啊 0.43 0.07 这个是不是负到0.145呀 看这个 你看这个0.11 这个0.36 第五个是0.36 我们看一下咱们的第五个 是不是0.38呀 好 那么 咱们现在再来提交一下啊 提交结果 提交 咱们选择3 进入我的成绩 刚才是0.1313是吧 咱们看一下 这回啊 刷新一下 稍微变大了一些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尝试啊 因为在他提供的这个里边 他也进行了这样的操作 你看就在他里边是吧 他也进行了 你看 也进行了类似的操作 就是说你看他最后是吧 为啥他的代码写的这么多呢 你看这个代码估计有多少行呢 估计有五六百行 就你看有好多 每一个算法是吧 都进行了一个啊 这个操作 他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你看他定义的这个方法 这叫spack spack是啥意思啊 就是把它的 就是预测的结果 再作为一个特征 给它放进去 所以说 那么我们在这也进行了一个尝试 进行完尝试之后 咱们这个结果呢 没有比咱们原来要好 是不是啊 那我们看看咱们还可以进行哪些尝试啊 那咱们再回到代码当中啊 这不是有了一个结果吗 有了一个结果之后 咱们现在看一下咱们的v是多少啊 v- 我们画图画出来 tlt. 这个咱们使用sns. 这个叫distplot 把咱们的数据放进去 这个加咱们的webgram放进去 执行一下 好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咱们的数据啊 对吧 这是我们预测的一个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结果之后呢 大家看 你看它基本上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正态分布啊 对吧 基本上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啊 那么我们尝试点是吧 咱们给这个v- 给它加一个噪声 刚才这个v- 的成绩是不是0.15啊 然后我们插入一下啊 咱们给它加一个噪声 这个噪声呢 v- 我们求一下它的me 看它是多少 是不是 这个负的0.18啊 然后再看一下咱们v- 的std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执一个底 执行 看它是不是0.916啊 基本上也是1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 让咱们的v- 你看就加等 np- 我们给它来一个 我们给它来一个random.random.n小括 让它乘以0.1 让它乘以0.1 你看 这不是结果吧 对不对 是不是 我们加上这个 加上一个值之后 你想我们整体这个值 zm-n这个肯定是一个标准的正态分布 我们让它加上这个之后 是吧 咱们这个数据就更像正态分布了 执行一下 现在呢 我们再把它存一下 Ctrl-C 在下面插入一行 Ctrl-V 我们叫做4 当然这个值呢 肯定不能加的太大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加的是多少啊 0.1 保存一下啊 执行 回到咱们这个工业蒸汽量这 我们再去给它提交 提交结果 你看就还可以这样做 知道吧 e-simple 你反正 当然要想一下 我们使用算法预测 我们是不是蒙的呀 对不对啊 是不是蒙的 那我们蒙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蒙一下呀 能不能 强行拼的 对 强行拼的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结果要是吻合 那这不就说明好了吗 咱们现在就能够看吧 这个0.1635是吧 这回就不太好啊 这回就不太好 这个 减一点和加一点 其实我想一想啊 是吧 减就是加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NP的Random RandomN是吧 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 有正负的 那么 我们 现在 就是走到这儿 是吧 再想调整 是不是就没什么方法了呀 还有啊 你看啊 我们往上走 咱们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进行了一个标准化呀 规一化 我们还没有尝试呢 是吧 我们 下面要探讨的 就是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规一化 把这个值呢 这个规一化 是不是变到0到1之间呀 标准化的话 是它的值是0 然后它的这个方差是1 对吧 那 咱们 接下来 你看 上面这个我们就 就调整了一下 这个其实是叫做 双击一下 咱们这个是标准化 好 接下来我们想要再优化是吧 咱们插入一行 Markdown 那就是警号警号 我们对咱们的数据 我们进行一个 叫做标 叫做规一化 规一化之后 我们还可以继续对这个数据进行操作 就是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把招 这个大招叫什么呢 刚才叫做 叫做box cox变换 box cox box cox是两个人的 人名 它的缩写 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的连续 连续的这个分布呢 更加平滑 让我们的数据更加平滑 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